你終於醒了? 為什麼會在這裡? 昨晚我們分頭找鎮長 誰知道在街上看到你睡在這裡 我們就抱你回來了 是, 我們昨晚分頭找鎮長 我看你臨頭濕透, 多怕你有風寒 不過幸好, 我幫你擺盈脈之後 你就沒什麼大礙, 只是有點腎虛 你別胡說, 我腎很健康 我的發衣呢? 你沒事吧?你先上床休息一下 你有沒有見過那支發衣? 發衣? 那支發衣很漂亮 你扶我回來的時候有沒有見過? 發衣?沒有 沒事吧?你又流鼻血了 我也叫你上床休息多一點 大仙 雪花姑娘 你醒了, 大仙 你為什麼流鼻血?你看看你 我昨晚聽年輕人說你暈倒了 你沒事吧?我看看你有沒有事 你有沒有不舒服?有沒有發燒? 可憐了, 你看你的手全都沒血了 你有沒有事?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忙? 我沒事, 不過有點肚餓 不如我煮粥給你吃 雷大哥, 你幫我看著他 你覺不覺得雪花姑娘今天有點奇怪? 你不認識他對我這麼好嗎? 雷大哥, 你怎麼皺眉頭的臉? 我隱隱覺得最近好像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雪花姑娘 你記不記得你昨晚有沒有發生過 什麼特別的事? 沒有, 昨晚新夫人的屍體在大廳裡 那時候大家都很傷心, 你也在這裡嗎? 這個我也記得, 然後呢? 然後我就出門口 然後記得好像有一陣風直吹而來 我眼前一刻, 到我醒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客房裡了 然後…我走出廳了 之後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夫人的屍體 我捨不得她 我站起了白布, 捉住了她的手 我問過天, 為什麼一個這麼好的人 要避去枉死? 我就在想, 如果她一家睡醒沒事就好 誰知道, 真是讓我心上事成 我懷疑是一陣風出現了問題 有什麼理由風一吹到你, 你就會暈倒? 現在夫人都沒事, 我們無謂再深究了 大哥, 你看, 是龍鬆糖 麻煩你, 可不可以給我一包嗎? 好 麻煩, 我請你吃吧 不用了, 我也不太吃甜的 怎麼好吃的?你不試試? 不必了, 雪花姑娘 真的不試? 不用了 真的很好吃 雷大哥, 今天天氣這麼好呢? 不如我們四處逛逛逛聊天吧 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吃一些很特別的食物 你放心吧, 這道清炒野菜菇你吃 其他就我吃 你聞聞一味鹽酥竹蟲, 香烤炸蟻 還有這一碟, 螞蟻炒蛋, 很香 雪花姑娘, 你什麼時候轉口味 喜歡那些奇特的東西? 是呀, 我也不知道 我還以為我很了解他, 原來還有一段距離 老闆娘, 你的菜膀蟹也沒有蟹 貨不對貨, 我不會結帳的 不好意思, 兩位客人 這道菜相傳是慈禧太后的宮廷菜 原本是由蛋白代替蟹肉 而且兩位都已經吃了一大半 怎麼樣?你想我們照顏唱令, 照顏鬆役 你想我們找菜?行 陪我們坐下來喝兩杯吧 兩位兄台, 這樣欺負藥則女流 實在於理不合 怎麼樣?想做駕馳嗎? 想斷手還是斷腳 是嗎?君子動口就不動手 若要動口就切勿動手 若要動手… 打到你口 原來還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姑娘 這次我們不用爭了 這個夠了, 我可以 那就把他們抓去一塊上樹林開心 好 走吧 走吧 吃飯好棒, 好 Sandy 吃飯了 吃飯 很感謝你, 女俠, 幸好有你 這頓飯等我請, 我們去吃飯了 小花姑娘, 為什麼你突然懂得武功? 是呀, 為什麼我會懂呢? 可能我住得女祖廟內, 又更得神仙多 芝芝兒, 有了法力也不奇怪 但是大仙她是… 我們不要再深究了 總之露見不平, 拔刀相助都是人之常情 不過, 原來這種感覺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啊 雪花姑娘, 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沒事 雷大哥, 我今晚想你陪我喝一杯酒 我有很多心事, 都想跟你聊 年輕人有急事找我 年輕人找你, 也不可能有什麼急事 我只是想你今晚陪我喝一杯酒 來喝吧, 喝一杯吧 孤男寡女好像不太好 有什麼不好? 我們不是做什麼事 你只是婆婆喝一杯酒 好, 我答應你 喝完, 告辭 雷大哥, 你想去哪裡? 雷大哥, 原來你喜歡玩綜藝鷹 我很喜歡 小花姑娘, 你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快嗎 快?我覺得太慢了 花衰堪折, 直衰折 但我摘下來的話, 豈不是沒其他人可以欣賞嗎 我希望欣賞我的人, 只有你一個 我內心的情花靜直盛開 期待由你採摘 等一下, 雪花姑娘 怎麼你今天這麼奇怪 跟平時有點不一樣 平時的我就是太守舊了 人生苦短, 應該要活在當下 要表白時, 就應該要表白 對, 由女孩子表白始終不太好 應該已經是民國年代了 女孩子就應該要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我 雪花姑娘 我覺得這個這麼特別的時刻有點太闖絕了 不如我們明晚再有個時間速實長談吧 一言為定 大大哥, 我等你